我 阿妹族的朋友可能有話想說 你說一次 說什麼 下一首歌 也是阿妹的歌 然後這首歌其實涵液很深 我們人生中啊 都會經歷生老病死 然後離開的那個人 他就猶如小偷把你跟他的回憶一起帶走 剛生出來的小孩子他也是小偷 殘留在你的記憶裡面 那我會唱這首歌是因為在前一陣子啊 家裡發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老人家的一個突然離開 然後這首歌剛好又出來 所以我聽一聽 我也覺得很tag到我的心裡在想什麼 然後希望大家也有一樣的感觸吧 這首歌其實真的很好聽 帶來這首歌 偷故事的人 謝謝 開始囉 吉他所說 他喜歡聽到掌聲 我這個朋友真的是要欲求不滿啦 一定要什麼都要最大 某些部分吧 還要在那幾天 當你走的那天 我不再說故事了 不再編智奇心轉和 你不用为解决苦恼了 当你走的那天 你不再说故事了 不再安排我的对白 别叫我别再聪明了 与石头走令自己 那小的故事 与石头走令自己 伤心的故事 我总任性的 被别人骄傲的说着 空落很飞 沉冬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 本人那样幸福的 你不再说故事了 你不再说故事了 男人也无疑了 应该要一道歉 我不该说不是的 是你让我的精彩空了 很想念让人别慌了 于是偷从令自己相信的故事 于是能变了别人关 而不是和我总联系着 对别人骄傲的说着 同时不再情绪化的胃口 且心为负责 因为爱是贫穷的 为我的无力我道歉 我道歉 我道歉 为我的虚弱我道歉 我道歉 我道歉 于是偷从令自己相信的故事 于是腼腆了别人快乐的故事 而我总认识着 对人人骄傲的说着 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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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道歉